我覺得是好的 是 開心的 因為原來我有一個這樣的一面 很眼淺 《傷心陌生人》是我第一個年戲的角色 會一直出現 在劇中 因為我自己也很新 在劇本的分析上 都還未很熟悉 所以變成要多點功夫 而且要請教多些 例如看多些人怎樣做 前輩怎樣做 或者參考多些劇 去增加自己這方面的知識 因為我跟蔣家文和何欣佩是最多的 他一個分別是我上司 一個是LE 類似是同事 阿蔣也教了我很多 有一晚應該是大家都開完廠 我自己也比較新 所以我就請教了他 他也很願意去分享 他之前拍劇的經驗 告訴我 叫我慢慢 在哪個位置 可以做好一點 阿廣也有 所以很感謝他們兩個 我覺得戲劇 是令我找到 很多不一樣的自己 例如我之前 我比較靜一點 我覺得個人 不會特別說很多 或者表達自己想要些什麼 就是個人是平穩 很平靜 會聽別人說話 然後就會噢噢噢噢 現在是 其實我是想怎樣怎樣怎樣 會多了表達自己的想法 還有我覺得 入行之後 個人更開朗了 我喜歡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 以前我收得很近 我的朋友會見得出我的分別 我覺得是好的 是 開心的 因為原來我有一個這樣的一面 啊 很眼前 自己也是24歲 也是很 我覺得是一個事業的衝刺期 所以 我想也是專注在戲劇上 因為我真的很新 我覺得 原來是 一本很後的書 但我可能讀了一頁 兩頁 我覺得 還想再讀下去 借著追求者 也會的 因為我自己越來越想專注 去演戲這方面的東西 我想 我都沒有 那麼多時間去 因為 拍拖好像是一樣 需要心機時間去經營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都想把我時間 心機放在我工作方面 但是我現在都想要把我工作 我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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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 我會做的 所以我現在都會做的